哈喽大家好我是华球美阿柴 每天向我打卡华球美各大市场帮粉丝挑选机器 手中这台全新的13Pro Max 256G的金色是帮湖北的一位粉丝拿到的 今天借这个视频给小伙伴们介绍一下 有索机QPE卡贴来配合eSIM卡解锁 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开始 这个eSIM我们刚刚已经申请好了 现在我们先把这个eSIM添加上去 已经截火了 这个时候这个卡片这个虚拟卡已经添加上去了 就是在截火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卡扫取掉 放我们自己用的卡 我们就用这个移动卡直接插进去 它用你之后手机会跳激活 它会跳激活的 点下继续 让这个手机来识别一下卡片 它用这种生物卡无效 我们把这个卡取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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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用卡和卡 卡和卡贴 这个三角的话 对着这个三角 反正一端 然后我们再放一个卡 把卡放上去 然后把这个折过来 然后插入手机 插进去之后 手机会弹这个卡贴程序 然后我们选这个 eSIM eSIM 5G QPE解锁 然后选一下预言上 或者ATT的 选一下 点接受 点完接受 我们就 回用操作了 等到它自动来信号 等待手机自动跳到桌面之后 它会出现两张卡 然后我们选择自己的卡做主卡 然后另外一张eSIM 作为副卡 这个手机是直接解锁 跟我移动了 我们把这个麦克打开一看 把这个麦克打开 我们把我们担掉 这个武器已经出来了 时间上了 上了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再试一下 然后 这样的话 我们已经解锁好了 这种方式的话 比之前普通的方式 要更稳定一些 点心的话 基本上就稳如无所了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吧